你知道长大后的林秋南吗? 没想到这么厉害 但有个少林小和尚却也非常厉害 先来看看林秋南小时候 这天 体育老师还是像以往一样欺负同学 见到有同学弯不下腿的 他上去就枉死案 把女同学都给疼哭了 秋南十分愤怒 要和老师单挑 老师还以为听错了 让林秋南再说一遍 老师正愁手痒了 决定要好好教训下小屁孩 见到秋南为自己打抱不平 女孩很是担忧 怕老师伤到他 老师也很是不屑 决定让秋南两只手 顺带把手给绑住了 秋南果断使出连环腿 可不料老师一一躲下 甚至还一脚将他踹飞 见到老师又蹦又跳嚣张的样子 男孩也决定拿出真本事 又是一记连环踢 直击老师腹部 并趁机来到身后 使出一脚踢胯 老师瞬间痛得跪倒在地 这下他被彻底打脸了 被个小孩干飞十几迷远 见秋南还来 老师只好投降 见到男孩赢了 女孩高兴地为他鼓掌 可老师这时却又站了起来 觉得自己吃亏 他决定不绑双手 重新与秋南再来一次 秋南丝毫不拒 接着老师一上来 就使出跆拳道的全部功夫 可不料 秋南拥有一身的功夫 全部都一一化解 甚至一拳接一拳 连续小拳拳击退老师 最后一记重拳 再次把老师干倒在地 而这个小和尚也不简单了 三岁就开始练武 直到他八岁准备在山下的学校里锻炼 一段简短的介绍之后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问他问题 问他会不会罗汉拳 降龙十八掌 大家都哄笑起来 老师一拍桌子 同学们最终这才安静 操场上 学校准备了一次赛跑比赛 谁能想到 这才一开始 小和尚就跑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来去如风 而别的学生 只跑了一半就已经筋疲力尽 在老师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小和尚刷的一声就到达了终点 帽子也被风吹不见了 一看才41秒 简直太厉害太快了 体育课上老师让大家做运动 小和尚连呼吸都很平稳 连一只手都会倒立 一身本事 瞬间圈粉无数 这一幕 让小胖看得如痴如醉 所以他也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最终他的实力还是不够 一头栽倒在地 而小和尚在一堂体育课之后 直接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偶像 没有人再敢取笑他 甚至连他的老师也成为了他的崇拜者 林秋南与少林寺的南海 这两个人都是爵士高手 小和尚因为在少林寺一直训练 为求更多的锻炼 于是从山上下来 去了学校 在同一时期内 小和尚和同学小兰 还有他的弟弟小胖住在一起 小兰母亲离世了 而身为科学家的父亲也不怎么在家 一般都是视频与女儿交流 这时 电话那头的父亲 被一伙匪徒莫名其妙地绑架了 原来匪徒们基于他的发明 里面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并且价值连城 于是匪徒总想不择手段地把他弄到手 还好父亲已经将资料销毁了 并且高科技被转运到了女儿身边 黑帮头目知道这件事后 在同学路途中遇到了长大后的林秋南 当他们聊天的时候 黑帮手下竟把机器抢走了 小和尚健壮赶紧追了过去 林秋南也果断出击 迅雷不及而解决一人 小和尚使出侧翻拽起一人的衣领 不料竟然被他逃走了 两人不得不联手捉贼 然而没想到 都不小心撞到了对方 两人都想抓住小偷 而小偷又借此机会逃之夭夭 却不料 一不小心就掉入了小兰早就备好的垃圾箱中 小偷健壮于是只好老老实实地把机器交了出来 之后几人去了一趟跆拳道馆 想要看看林秋南的比赛 林秋南果然名不虚传 三两下就把对方打趴下了 各种炫酷的招式吸引了小和尚的注意 于是便准备与他对决 没想到二人势均力敌 就在他们还没打完前 两个伪装的盗贼 趁着这个机会 又将小兰背包里的机器偷走了 黑帮头目终于拿到东西 然而却发现 想要破译这台机器 必须要有声音的密码 而小兰是唯一一个知道密码的人 最终小兰也遭绑架 为了救回小兰 小和尚和林秋南两人联手 要给那群黑帮一个教训 小和尚冲过去 不料被开门的手下撞到了 林秋南一脚踹在他的身上 然后又是一连串的攻击 郑重对方的脸 然而对方竟然也是绝世高手 依旧无法伤害到他半分 林秋南却被他一个过肩摔给打翻在地 对方然后开车走了 两人于是一路尾随到了库房 林秋南让小和尚去救小兰 而他在这里处理这个光头高手 接着秋南使出猛烈进攻 配合拳脚 却全被光头给挡了下来 接着就开始对林秋南发动攻击 秋南一不注意就摔倒在地 好在他眼疾手快 迅速起身又是一套组合拳轰出 光头也是节节败退 被绑架的小兰被逼无奈 将密码给说了出来 就在黑帮头目与买主交涉之时 小和尚头目摸来了 并把账户改成了自己的 黑帮头目没有拿到钱 两人为此发生了争执 而此刻 小和尚使用功夫打退几人 黑帮老大见状不妙 于是带着东西急匆匆地逃跑 几人在追赶的过程中 却遇到了光头 小和尚于是便准备 配合林秋南一起联手 在相互配合下 他们也是打败了光头男人 最终正义战胜邪恶 黑帮老大就被警方抓住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林秋南和小和尚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